各式坦克车装甲车大阵仗集结会师 乌军士兵全副武装行军士气高昂 乌克兰国防部释出慷慨激昂的宣传片 还搭上代表乌国参加欧洲歌唱大赛 电音双人组Tivocci的歌声宛如入阵曲 但是大反攻真的开始了吗 扎波罗热的前线士兵忙着架设破几炮阵地 就等一声令下 乌南前线仍然相对平静 但是更北边的地区先传爆炸声 俄罗斯占领区 卢干斯克一间理法厅冒出浓浓黑烟 爆炸后残骸飞散 店内几乎全毁 清俄政府宣称 理法厅遭人丢止手榴弹 造成一枚恶派官员身受重伤 指控乌克兰谋杀未遂 只是乌军最近空袭变得更平凡 俄军宣称前两天才击落英国援助的爆风之影飞弹 等于逮到机会大肆宣传西方军援无用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连秘密访问 法国 德国 英国三国 回程的火车上宣布没有空手而归 前一天他仍在英国跟英国首相苏纳克 多次兄弟之勇 泽伦斯基看门见山说 就是来要战斗机 今天我们谈论了航空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题目 因为我们不能控制天空 你们知道 我们将会成为国家团队的一部分 不仅仅航空设计 也就是航空训练 以及所有工具 我们知道英国 原来预设台风训练 尽管英国自己没有F-16 只好承诺出面说服盟友 共组战机联盟来援武 无奈法国人坚持不给战斗机 就算战斗机暂且无望 泽伦斯基也没有白跑一趟 事实上英国已经交付了 14辆挑战者坦克 跟各式战车200辆 更率先援助长城飞弹 而德国也给了Iris-T 跟爱国者防空飞弹 加上18辆鲍尔坦克 40辆雕属式步兵战车 法国给的是AMX-10装甲车 跟凯撒兹走炮 还跟意大利一起送防空系统 若从金额上来看 美国军员最多超过1.4兆美元 英国德国加起来也有3000亿 反观法国只有200多亿 位居第12 比波兰给的还少 但若是考量自身的经济能力 波罗的海三国超有益气 都拿出相当于1%GDP来援污 英美则各占0.4% 得法就更少了 北约承诺会继续援污 但是提醒各国要慎重 只是服务将近9年的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宣布任期届满之后 不再留任 预计10月融退下台 TVB宣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提供